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文字记载时代以前 在还没有创造文字的时候 在欧亚大陆上 遥远的两团 东方和西方的往南 我们讲到了中国的菜刀 我们也讲到了内陆亚洲 图库曼斯坦 安努 这个遗址出图的菜刀 这个丝绸之路 如果要讲这个概念 中间包含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就是人缘的往南 今天我们看到 世界上有黄种人 黑种人 白种人 那么每一个 大的人种内部还有 小的区别 这个黄种人和 白种人之间 并不完全 并不全是肤色的 区别 它有很多 人类体制上的区别 这个要讲头发 黄种人头发是黑的 那么白种人的头发呢 越往北 往北极前方向去 芬兰 挪威 瑞典 头发浅的比较多 那么到了中欧 这个 绿色的 头发就逐渐多起来了 到了南部 你要看到意大利 那个 很多的白种人头发是黑的 北非也是这样 从脸型 头发 头发的这个 除了颜色以外 黄种人的头发 基本上是直的 直发 这个白种人的头发呢 并行的比较多 波浪性的 我们 自从这个西洋 近代 西洋文化传到中国来以后 现在我们中国的女同志 也喜欢烫头发 这就是 受这个审美观 西洋的审美观的影响 脸型 我们黄种人脸型比较宽 颜谷这个地方 是整个脸最宽的地方 整个脸显得比较大 这个白种人脸型是长的 长脸 所以你看 这个长尔斯王子 戴安娜脸都非常长 脸是比较长的 眼睛 黄种人脸睛 眼睛比较细 比较长 这个白种人的眼睛 比较圆 比较旺 眼窝里面挖进去 你看我们中国 旧小说 西湘记 画的人物的眼睛都是 细细的 当代你在街上买洋娃娃 一个个眼睛都非常大 看那个动画 卡通的人物眼睛都很大 这个也是当代受西方 深美观的影响 那么因此 从人种上 黄种人和白种人有很大的区别 还有一些区别 我们就不一一多讲了 比如说毛发 白种人比较浓密一点 黄种人比较 比较少一些 是吧 那么 是不是 在亚洲东部生活的所有的人 都是 百分之百的黄种人呢 现在百分之百的是没有的 多多少少 都有一点浑血 如果我们沿着四处之路看一看 我在参加四处之路考察的时候 我们从意大利起 启程 意大利 希腊 感觉到是在欧洲 到了土耳其 就逐渐感觉到像亚洲的 不光文化 伊斯兰教 人也开始有 亚洲的成分 眼睛细长的人开始出现 到了中亚 你到了乌兹别克斯坦 到了哈萨克斯坦 你觉得跟到了中国新疆 相差不大 人非常接近 再向东 那到了新疆 我们就会看到越来越多 这个汉人 像蒙古人做的 人呢 人类是逐渐过渡的 那么这个逐渐过渡是怎么发生的呢 一定有 不同的人种 有一个混杂的过程 我们历史上 这个 证据最明显的 是印欧人的 东西 印欧人的印度 留了片 就是印度和 欧洲系统的 这印欧人我在前面讲的 这个 东方学的时候 我已经提到 18世纪 英国的一个学者 君子 他第一个发现 这个 印度的语言怎么和希腊语 拉丁语 怎么这么像 那么后代的学者 经过两百年的努力 结果建立了一个很大的框架 就是几千年以前 精确的我们不知道 所有的使用这些近似语言的民族 应该有一个今天已经消失的一个共同语 我们叫做原始 英国语 Porto 印度俄罗平 当我们讲英国人种的时候 是包括了两个想法 两个概念 第一个概念 就是种属的概念 他站在我们面前不张嘴 我就知道你跟我不一样 长相就不一样 看着这个老外 这就是种属的概念 当代 根据 这个 学者们 对 史前 新疆地区 遗址的发掘 所出土的人类的 这个遗苦 来进行鉴定 学者们把人类的头 头 头骨 拿来 测 眼睛之间的距离 测眼睛多大 测这个头的长度 测各种各样的数据 然后来比较 那么学者们大致决定了 在史前时代 我们中国新疆 大致有三种 不同的 这个英国人 到达过我们新疆 第一种 学者们定名叫做 Nordic 北方人 接近于波罗的海 接近于这种地区 第二种 叫做东地中海 类型 像今天的土耳其 像今天的叙利亚 东地中海 希腊 第三种 叫费尔干纳类型 类型 类似于今天的 阿富汗的北部 巴基斯坦的北部 塔吉哥斯坦 那个 我们新疆界外的地方 这三种类型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 总数的概念 语言的概念 语言的概念 那么亚利安人 向东方的迁移过程中间 和中国最为关系密切的 是使用印度伊朗语的民族 在我们中国 这个唐以前 或者说宋以前的 西北的少数民族中间 我们发现在新疆和田地区 当地的老百姓使用的语言 是属于和田语 是东部伊朗语的 一支 今天世界各国的确实者 叫做Hotanese 和田化 或者Hotansaka 和田的赛中语言 那么另外 是用印度语言的 在我们中国境内 也有所发现 在东汉时代 我们新疆的罗布勃 地区出土的文书 是用印度的西北俗语 评写的 那么和巴基斯坦的 白沙瓦地区 用的文字是一样的 另外还有一点非常奇特 很惊奇的地方 就是大家都知道 我们中国的老教授 纪先林教授 研究的一种文字 叫做土火罗语 土火罗语也是一种英诺语 学者们如果在没有研究之前 会想象 既然印度和伊朗离中国最近 能到达中国的土火罗人 应该是印度伊朗系统的 这个民族 一般会这样想象 但是经过 这个欧洲学者的研究 发现 土火罗语这种语言 虽然它是用 信奉佛教的 这个婆罗密字母来拼写的 但是这个语言本身 属于印度语言 然后印度语言 西部的这个系统 它接近于瑞尔曼语 接近于拉丁语 这点就让人很吃惊了 就像我们今天 比方说福建 一个全省一个福建化的环境中间 突然有一批人 这批人是不知道什么来历 说的完全是湖南话 几千年间就在这个地方 那么他们一定 是从遥远的欧洲的西部 通过某一个途径 几千年间到达过这个地方 那么如果我们要把刚才 我们讲的 和语言概念之间挂一个钩 我们能不能这样猜想 就是所谓的Nordic 发现的头盖骨像 北部的Nordic 是不是他们应该是属于 图伏罗人呢 他们从欧洲的北部 经过翻过了天山 翻过了今天巴音布鲁克草原 到达库车 所以他们的具体 在今天的库车和烟气 一直到唐太 全让发现他们 还是用的 使用的和周围民族 不同的语言 那么这个使用和田语的 它会不会是 就我们讲的 东地中海类型 使用费尔干纳 使用印度西北俗语的 会不会是费尔干纳类型 因为民族的生物学属性 和民族的语言 不是百分之百的吻合 也是有相当大的重合度的 那么这就是我们讲的 那么这样的民族 是什么时候到东方来的呢 他们什么时候 和东亚的黄种人混合 今天新疆的居民 既像黄种人 又像白种人 是怎么产生的呢 这就是四手之路 我们说张前之前 史前时代 在没有文字记载之前 不同种族的人类的迁移 就说明人和人之前 早就有接触 现在呢 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例证 就是80年代 在新疆哈密的五宝 一二三四五的五 珍宝的宝 在这个遗址出土了几十句 人类的遗憾 学者们大致确定 公元前13世纪 公元前12世纪 相当于商代 早期 相当于商代 那么这个遗址的人类的遗憾 经过古人类学家的鉴定 有相当一部分属于英欧人种 白种人 还有一部分属于是黄种人 蒙古人种 那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蒙古人种和英欧人种 在新疆这个地方的相遇 互相交往 这个血缘的混合 就是通婚了 在三千多年前已经开始了 这就是给我们一个这样的背景 就是丝绸之路产生 它不是偶然的 这是我们现在想讲的 那么另外呢 我们还有一点 我们大家可以注意到 就是我们的新疆 塔吉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伊朗人 虽然像欧洲人 但是他们的肤色 比黄种人员深多了 比欧洲人更深多了 但有黑色的因素在里 这又是从哪来的呢 那么这一点呢 如果我们看一看 印度 我们就很清楚了 印度越向南 靠近斯里兰卡 印度的南部 人越黑 可以黑到和非洲人一样黑的程度 越向北 肤色越浅 那么这就是说 在早期南亚次大陆 这个阿拉伯半岛的南部 这个今天东南亚的南部 整个亚洲 东南部的沿海地区 早期曾经生活着 肤色非常黑的人 他们可能是从非洲迁出来 沿着海洋移动的 所以一直到今天 澳洲的土著的人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 就是印尼再向南的 这个南洋群岛再向南的 非常非常的黑 因为北部 印欧人 从东欧草原 某个地方 迁移的 迁移他们沿着欧洲 翻过了高加索山 进驻了伊朗本土 或者跨过了福尔加河 顿河 到达咸海伊北草原 到哈萨克斯坦 然后再向南 到达印度 他们曾经和 肤色 深的民族 接触过 那么因此呢 这部分混血的结果 对我们新疆地区 也有影响 所以造成我们 新疆地区 我们看 微物而足 就觉得 肤色比较深一点 这就是我们讲的 早期的人类之间的 往来 我们只能看到结果 过程我们看不见 除了人类之间的往来 有没有遗物 文物 能够证明 早期 当前初心意义 以前 很久 我们中原地区 我们的黄河长江流域 汉地 新疆人叫口内 和新疆和内陆亚洲 有物质交换的关系呢 因为人员和 四处之路 既包括了人员的往来 也包括了文化的往来 也包括了 物质的交换 是不是 现在呢 我们 看到的比较明显的 物质交换的证据 是玉石 中国人自古好美玉 玉石是无价的 金银有价 玉石无价 文化大革命中间 在河南 安阳的 殷墟 发掘了一个墓 墓主呢 是一个 死去的贵族妇女 那么根据发现的弃物 发现这个墓主 名字叫 夫好 夫人的夫 好坏的好 她是 商代的一个 帝王 叫武丁的 配偶 同时是一员女将 她的名字在很多 加古文中间 出现 这个佛好墓呢 是 清末 阴虚 被发现 一直到现在 唯一能够 确定 这个墓主人的 一次发现 我们发现很多加古文中 不知道主人是谁 这是唯一能够确定的主人 确定的主人就知道他的事 因为这个英雄发现的东西很多 中间发现了玉器 玉器的残片 六七百块 完整一些的业影 这六七百块玉石的残片 曾经送到北京地质研究所 送到了玉雕玉刻的老艺人手里 去鉴定 因为我们自己这样设想 两组文化 中国人自古就喜欢 两组文化就有 玉虫 玉碧 自古就有 当然 杨总文化的南方 中原地区 我们河南也出狱 河南南洋 今天就有狱 颜色发绿 我们南京大学旁边的 小摊子上 经常有人卖 杂古董 河南南洋狱的 但是鉴定的结果 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 就是这三千多年前 富豪 陪葬的这些玉 不是出自于中原 汉地 甚至更不是出自于南洋 河南这个本地的地方 而是出自于遥远的新疆 很奇怪 也不奇怪 因为中央 这个河田新疆的 与今天 都是非常珍贵的 那么他 把这个东西 如果他喜欢中原的 四制品 他必须要有东西来交换 而在中央 胡人世宝 自古就有这个说法 就中亚的人爱 爱保持 那么我们可以设想一下 这么笨重的 石头 这个玉 在河田河里面的玉 我们把它叫做 子玉 它总不能像样 顺着 河田河是 塔利沃河的一条之类 它的上原分成两个上原 一条叫做 鱼龙塔石 白石头河 一定叫做 卡尔塔石 黑石头河 黑玉石河 那么这两条 这个 河 在河田的 今天新疆河田的 上游一点的地方 汇合起来 那么早期的 鱼石都是 都不是在山上 采出来的 它是山上的 石头被水冲下来的 在河里 捡进来的 有的鱼呢 它带有杂质 比较多 我们叫鱼皮子 有的鱼比较 完整的一块 接拜的 最好的 我们叫羊脂浴 像羊的脂肪一样 今天很贵 很贵 一块羊脂浴 可能要上万 那么 前日我们的路 也无轻挑 这个石头要往 从边疆往内地运 那可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情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从河田 如果想要运到 这个河呢 它怎么运呢 它比较好的办法 它从河田 河田河 利用这条河 做成筏子 上船 做成筏子 走到下游 走到阿克苏 河田河 汇入了塔利木河 他从塔利木河 再一直往下走 走到了罗布泊 这时候它契州登岸 装上骆驼 往敦煌运 那敦煌就沿着 河系走廊过来 在我们兰州 这个地方 它到了黄河 它可以沿着黄河 来运出 水路和陆路连运 这是一个比较简便的方法 我们这种推测 有没有什么根据呢 我感觉到 当汉武帝 打败了匈奴 把匈奴占领的河西地区 这个 收归 汉朝所有 建了 河西四郡 张掖 武威 敦煌 第四个郡 叫玉门 为什么 汉朝 要把 河西的一个郡 叫玉门呢 应该 有一定的来位的 就是说 这个地方 是 自古 传统上的 玉石 玉路中原的一个通道 那么这就是我们想讲的 这个 早期的 东西之间 物质往 文化往来的 一个 一个例子 物质 文化往来 既然是一种 交换